首先和小伙伴们说一下 我弄了那个服务嘛 大家都知道 一位一交流嵌务室软件相关 包括学习路线 学习方法 技术交流 心理辅导 职业规划 简历优化 面试技巧 公司的选择 职场经验 行业动态等等 目前已经快有200来人了吧 那大家可以在我的动态和评论区里 看到我的VX 加入我的会员 感兴趣就可以跟我来交流啊 今天要和大家聊的是 欠慕室存在35岁危机吗 这个话题 这又是一个比较上头的话题啊 是一个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 我的社会都在讨论这个东西 我们现在好像就不能听到35这个数字 它代表的就是一种绝对的焦虑和绝对的恐慌 那作为一个讲专业和讲职场这部分内容的up呢 这个话题也是跳不开的 那还是那个原则 要先安抚部分同学 如果有比较急到的同学 想赶紧知道答案的 那伯伯现在就给你们一个答案 欠慕室没有35岁危机 大家拿着这个结论去大量的分泌土巴胺去吧 剩下还保持理智的同学们 咱们详细的聊一聊这个话题 说到35岁危机 我们就得先说说互联网 说说加瓦 我刚开始学习欠慕室的时候啊 实际上是有机会学习加瓦 因为那个时候加瓦是初期小和财露尖尖角的阶段 大家已经有苗头开始一个班 可能有几个同学去报班学加瓦这个东西了啊 那个时候还不是移动互联网的时代 是互联网的时代 主要都在PC上搞些东西 那个时代系统是XP 软盘还没有完全的被淘汰 至少实验室里还在大量的应用 那这么看来呢 这10年属于一个翻天覆地变化的10年吧 那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互联网建设实际上是分层的 网站的代码是一层一层的 网站的建设理念也是一层一层的 它就有点像盖房子 你要先打地基 然后你随着地基往上一层一层打 然后你会看到越来越开阔的一片天空 那很多先贤大牛们呢 是从底层协议开始搞的 等到底层都弄得差不多了呢 大家越弄越往上层弄 越玩越花花 越玩理念越新 才有了后来的互联网飞起的一个时代 才有了后来的移动互联网 才有了移动互联网与PC设备 相连接组成的厚重复杂的网络环境 这有点像什么东西呢 这有点像海里的大冰山 露出来让大家看见的那一节冰山 其实是整个大冰山的一小部分 水面下面才是庞大的系统工程 那个时代啊 牛人们的背景都是非常雄厚的 什么海归回来的啊 什么哪个高校的啦 或者是非常有想法的这么一批人 那他们带着一些出出茅庐的程序员 在建设这座大冰山水下的部分 在建设的过程中 一批又一批的程序员也都成了这个行业的高端人才 然后各自阻挡一面 等到水面下的建设都差不多了之后 很多牛人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因为我们基础都基础工程都建完了嘛 在这个基础工程之上 我们就看到了一片非常大的广阔天空 那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到来 大批各个专业的各个学历的人才 从生产车间中培训出来 投入进来 作为家伙 应用工程师啊 做前后端啊 完成这些牛人们一开始的设想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红利期 天时地利人和都在这体现出来了 但是规律就是这样 有山峰它就得有低谷 这十年 大家把该玩的基本上都玩完了 把所有的设想该实现的都实现了 在各种情况后 很难再推出新的东西了 这个时候 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那就要淘汰一批人 那说到这里 互联网到底要淘汰一批什么样的人呢 大家可以自己展开联想啊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啊 还能看到的是 大批大批的互联网从业人员 在这一大股的天时地利人和中 获取了越来越高的收入 收入打得滚地往上涨 但是干活的内容并没有随着工作 年限的增长而增长 敲的还是那些代码 解决的还是那些问题 那如果这一波高潮退去了 要淘汰的是什么样的人 大家也可以想一下啊 那接下来我说出我的看法啊 我认为所谓互联网的35岁危机 不单纯是年龄的问题 它主要是这波红利吃劲了 开始有序的向下传导了 在企业老板眼里 同样的活 如果年轻的人能干 还能加班干 并且薪资要的特别低 那为何不踩掉岁数大的 那这种想法啊 肯定是淘汰这批人中的一个原因嘛 还有就是那些批量培进出来的马农 当初有那么多想法 需要有人来当利工 现在不需要了怎么办 这些人也在这个过程中 年龄不断的增长 但是手艺去还是那样 没有太明显的增长 那下场其实也是可想而知的嘛 那我在这里跟大家聊了这么多互联网的情况 我们聊的是一个已经发生的既定事实 我们要看清楚这背后的原因 那再来看各行各业 看嵌入市 也就能够看个七七八八了 其实逻辑都是一样的 如果一个行业 没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期 如果我们有大量的学生又都扑到了这个行业来抢识识 那什么技能啊 学历啊 年龄啊 就会成为淘汰一批人的各种原因 所以35岁危机并不是哪一个特定行业的事情 也不单纯是一个年龄的问题 年龄可能只是一个诱因 当然有些行业比如律师啦 比如医生啦 比如科学家啦 貌似看起来越老越吃香 其实归根到底也是因为发展红利息和人才缺口的综合结果 那我们回到我们关心的问题啊 就是嵌入市有没有35岁危机 大家可以关注嵌入市这个领域 后续是否有很大的发展红利息 是不是有很大的人才缺口 如果后续发展不好 又有很多人涌入 或者说很多人正在准备着学习着 那就会有各种危机 包括技能的危机 学历的危机 年龄的危机等等 我只能说他目前还没有互联网那么坏 但是绝对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梦幻那么好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这其中的意思啊 不过呢 我跟大家说另一面 就是由于公众的不同 搞嵌入市和搞互联网 前后读案还是有些区别的 就是签入市这一行呢 它的门槛高 学习内容难度大 也比较杂 对未来的经验积累也很重要 这对于大家 我觉得可能是一个窗口期 大家要尽量的抓紧 抓住这个窗口期 如果将来有危机 只要你的能力过硬 尽管会影响你的收入 但不至于让你们有这口饭吃 那还是那句话 大浪逃杀下 淘汰是要向下传道 最后我想跟大家说一个比较残酷的现实 这个35岁年龄危机 不会在短时间内有什么改变 我们就恰恰的活在了这个时代 我们改变不了环境 只能尽量改变自己 大家热衷于问嵌入市 有没有35岁危机这种事情 我想反问大家 即使有你有别的选择吗 如果有 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下 你能选择什么 你是考工考博留学 你还是做什么呢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想清楚这种事 我们要把虚王的焦虑放下 然后尽快的努力面前 这是我们寒门学子们应该干的事 那好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